对,每年这个玉三家的时刻都是大家最紧张,最期待的时刻 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不一样的这个,对,得选人 所以你知道吗,现在我跟所有我们的,所有那个剧剧们的心是一样的,跳得很快 那么既然是这样,为了保护我们的小心脏 我们就请公布前三名的嘉宾 特别是我们从远到请来的嘉宾来做宣布 首先,我们有请张绍涵上台 为我们揭晓第三名和第二名的成员,有请 哈喽 你们好吗 欢迎张绍涵,我们的第三名的名单就在这里 有请 紧张吗 不紧张啊 好,接着下来 SNH48 Group 第四届偶像年度人际总决选第三名 最终的票数是 165193.8票 她是来自SNH48 TeamN2 Team48的黄婷婷 恭喜 让我们有请米姑公司VP胡怡女士为黄婷婷送上奖杯 当然要请Angela张绍涵来为我们的黄婷婷进行加冕披风 并且戴上黄冠 黄是红绿灯的黄婷,不是婷婷玉丽的婷 黄婷婷她是SNH48 TeamN2的副队长 她谦虚认真,深受粉丝的喜爱 她从容淡定,总是用笑容面对一切 恭喜黄婷婷 好,我们请嘉宾一起合影留念 来,这三个人站一下 对,照一张像 好,谢谢 谢谢 请邵涵一步到这边来 谢谢我们颁奖嘉宾 谢谢大家 谢谢张绍涵姐姐 大家好,我是SH48 TeamN2的黄婷婷 谢谢,谢谢所有给我投票的粉丝朋友们 还有现场观看的大家 还有屏幕前正在收看直播的你们 谢谢你们 我记得去年 我记得去年站在这个舞台上 站在同样是 于三家这个位置我说过 站在这里很自信很闪耀 然后呢,今年也是因为 预三家这个位置 所以呢,也能够在总选舞台上 进行solo歌曲的表演 非常珍惜这个机会 也很用心的编排了这次歌曲 黑夜女神 希望刚才大家看的过程呢 能让大家觉得不虚此行 希望大家能 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的用心 如果感受到了 那就很开心了 然后 今年呢 也因为大家努力的 去年一年努力的投票 给我创造这些机会 尤其今年得到了很多影视剧拍摄的机会 比如说现在正在拍摄的 《束手这天》 对 还有正在观看直播的我们剧组的同僚们 很抱歉没有 辜负了你们的期待 还有前段时间刚刚播出大结局的 《逆袭之心土水灿》 希望大家都有看 然后 但其实呢 尤其是逆袭是第一次拍戏嘛 其实还是很紧张的 尤其饰演一个难度比较大 跟我本人很不像的角色 所以一开始很抗拒很害怕 就是 第二天看到通告表上有我的戏的话 就会 前一天晚上都会紧张的睡不着觉 但是呢 因为一直以来大家也会说 黄婷婷是一个让人犯着特别安心的偶像 对吧 大家也会说 黄婷婷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 黄婷婷是一个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完成得很好的人 黄婷婷婷 其实不是的 对 其实我没有很多天赋吧 我觉得 尤其是第一次接触的事情 比如第一次演戏 第一次做饭 比如那个先处当道 就几乎第一次做的事情 就很难把握到那些诀窍 但是呢 我愿意再去逼迫自己 去逼迫自己把那些不擅长的事情变成擅长 为的是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待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尤其呢 尤其呢 现在多了很多优秀的后背嘛 特别努力又特别上进的后背 然后呢 呃 其中也有一些后背表达了对我的喜爱嘛 哈哈 对 也可能他们会呃 呃 又为目标啊 或者特别关注我啊 那为了不让他们失望 我就更加要 嗯 完善自己 所以呃 作为 站在第三名这个位置吧 我希望我能成为 对于后背来说 呃 呃 路灯一样的存在 嗯 就是路灯 对 希望 我能够像路灯一样 走在前头 为后背们 开拓新的道路 同时呢 也为他们驱散前行的黑暗 也希望能成为他们的目标吧 希望能为他们照亮 前进的 一条平稳的 没有弯路的 康庄大道 呃 这是我呃 呃 站在这个位置 希望我能为SH48做到的 嗯 然后 嗯 谢谢大家 然后呢 呃 呃 也确实 尤其是今天看到了很多 呃 呃 就是 后背嘛 越来越觉得我们 呃 48 Group 发展得越来越好嘛 所以也 欢迎各位后背 以我为目标 欢迎大家 呃 追赶我 超越我 嗯 然后 呃 谢谢 呃 最后 最后 呃 嗯 今年 又是第三名 然后我 之前说过嘛 我是一个特别讨厌 一成不变的人 所以我正见的目标是第二名 嗯 目标跟结果来说 算是有那么一点点差距吧 但是呢 希望我的粉丝不要觉得说是 呃 是你们做的不好 或者是能力不够 我觉得不是的 只是 时机未到 那 这个时机什么时候到呢 我觉得现在到了 所以 明年 我们的目标不再是 真二 宝三 我们的目标是 第一 嗯 希望明年大家 一起加油 谢谢大家 我是SH48 听门兔的黄婷婷 好 谢谢婷婷朝着你的目标 不要停止奔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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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